犯例檔案裡面的文字與資料函數 上個禮拜是判斷 就是有中文有英文 那我要把中文部分提取出來的話 怎麼做 不過因為上個禮拜的那個中文 剛好就在開頭 所以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假如說今天 我的中文並不一定在開頭 可能是在別的地方 可能在中間 可能在左邊 可能在右邊 那當然你就不能用上個禮拜的那個方式了 那所以如果今天我希望 做出幾個結果 包含什麼 包含就是說 這個資料裡面 到底有幾個數字 另外請各位 自己再把它延伸出去 如果今天 我還要把它改一下 後面的話 就再加兩個欄位 我想要知道英文 OK 裡面有幾個英文字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說旁邊的這一欄 就是中文 OK 這個非數字 這個也許可以把它拿掉了 這個 這個就 其實相反的 長度 這個改一下 那如果說後面 我希望呢 做出三個答案出來 到底呢 這個 儲存格裡面 到底有幾個數字 你可以看到 當然 這邊 顯示出來是0個 然後 英文的話呢 這應該有5個 輸入5個 是不是 然後這邊輸入0個 不過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你的資料量非常大的話 但目前這邊只有八筆資料 所以很好算 用眼睛算 你可以算出來 可是問題今天如果假設我資料量這麼大的情況下 當然不可能用人工的方式來做 OK 所以這個題目後面請各位自己再到那個也許開放資料上面網路上面去找可能幾萬筆資料 你可找多一點資料好了 因為我這邊只是sample 那你們稍微把它改動一下 也許將來你遇到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算一下 這個儲存格裡面到底有幾個數字 幾個英文 幾個中文 OK 但是不是用人工的 有幾個方法 那第一個你可以用什麼 用Excel裡面的公式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話 他包含幾個訊息 包含這幾個函數啊 一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OK 那最後的話還有大瓜壺 大瓜壺就是執行陣列 所以基本上 在那個Excel裡面 如果假設你用公式來完成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難度甚至比VBA高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乾脆啦 其實反而發現 用這種方式來做出結果來 反而 比那個 VBA還 更困難 OK 所以基本上 這一題我們乾脆直接用VBA來做說明就好了 因為如果用這個Excel的公式 把它做出來現在太複雜了 比VBA還更困難 OK 那怎麼做 首先你可能需要知道幾個訊息 我怎麼知道說呢 每個字 到底是數字呢 還是英文還是中文 那我可以根據什麼 其實關鍵地方的話 基本上反而寫VBA更簡單 我們用VBA來講好了 那首先的話 那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叫 ASCQ內碼表 這個內碼表 意思說呢 在 最早美國設計電腦的時候 他要 去做那個內碼 就是電腦的編碼方式的時候 其實剛開始 他根本沒有想到有 中 就是英文跟數字以外 還有符號以外 還有符號以外的東西 所以他定義的時候呢 根本沒想到 會有中文這個東西 所以他編碼 你會發現裡面沒有中文的東西 但是裡面至少有幾個 包括你會發現 我們要的其實 就在哪裡 你會發現數字 有沒有在這裡 數字是從哪裡呢 從那個48到57 意思說他就定義 總共有128個位置 從0有沒有 到127 那其中的話呢 48到57 是數字 所以特別說 48到57 是數字 那另外的話 65 到多少呢 Z到這邊 到90 這個是大寫 64到90大寫 然後呢 97到多少 97到122 是小寫 所以也就是說 我可以什麼 我只要知道 那個字的內碼的話 那個字的內碼 那我就知道說呢 他到底是不是數字 所以用判斷的 如果他回來的話 我 把那個字抓出來 然後呢 我知道他的內碼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他到底是 是 到底是數字呢 還是英文呢 還是不是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假設 我先用 以色列裡面的函數來解一下 以色列裡面哪個函數可以抓到 資料 首先第一個 你可以插入函數 在文字裡面 有個叫做 Code Code 顧名字 編碼 OK 那他底下有說明 就是 他會抓到 這麼多 Excel的話 他只會抓第一個字 也就是我想要知道 Excel 裡面的 1 1這個字的內碼 是 數字是多少 的話 那我就按確定之後 給他這一串資料 然後你會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69 OK 69 你可以查一下表 69 可以看 1的話應該在哪裡 1在這裡有沒有 69 有沒有 意思是說 假設 如果回來東西 是 編碼方式多少 的話 那我就知道他是不是 一個 這個 英文 還是一個 這個 中文 那中文怎麼辦呢 就是不在這個範圍之內 那應該就中文 所以如果我假設我今天 換到下面這個好了 他說抓第1個字 1的話是 49 看一下 49 有沒有 49 有沒有在這裡 那 可是如果說將來 你要抓 X的話 那基本上 你就必須 怎麼樣 用那個什麼 這個 A2前面 你可能就用MID MID的話意思說呢 我要抓第幾個字 MID 從A2裡面 去抓到 豆點 第幾個 star number 比如說我要抓 X的話 那就抓 跟他講說 我要從第2個字 要幾個字 要一個字 刮糊 有沒有 其實就是用這個 MID有沒有 去切割什麼呢 第2個字 的 一個字 所以 這邊的話 過來的資料呢 他就會幫我把 X的資料 帶到這邊來 然後再用 call呢 去做什麼呢 做 呃 去去找一下 編碼 所以X到底 是多少 把它打夠一下 那這邊88 為什麼是88呢 你可以看一下 X 在這裡 88 有沒有 所以 與此類推喔 我們其實喔 可以用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 也就把他每一個字 每一個字都抓出來 然後去 找到他內碼位置 然後呢 去檢查一下 他是 是不是數字 如果是數字的話 就加1 如果是英文的話 就加1 如果是中文 那中文指的就是 他不是在 數字跟英文的範圍之內 那就中文 OK所以這題其實 難度 有點高喔 但問題要怎麼樣把這件事情做完 我們現在只有開個頭 可是其他怎麼做呢 那請各位呢 可以先 試試看 然後 我這邊有一個內碼表 或者說你假設啦 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你可以什麼 把那個 ASCI 有沒有 你這個關鍵字 你可以把它打在那個Google ASCI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上面都有了 還有個維基百科 甚至會幫你介紹一下 這個 主要是什麼呢 其實就最早美國他們 設計電腦的時候 所做的一個 資訊交換的 什麼呢 標準代碼 OK啊 等等的 相關的東西 我想請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當然除了數字以外 他還定義其他的 包含什麼呢 包含就是說一些控制鍵 什麼控制鍵呢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 叫backspace 有沒有backspace 是8 也就是說如果你按下那個backspace 他就會產生是8的控制 或者是說那這邊要13 13通常的話就return return的話就enter啦 如果你按enter的話就回來就是13 OK類似像這樣子 那所以請各位先想想看 我們待會如果要做出什麼結果呢 如果把這個原始資料裡面幫我算一下 這三個 訊息 另外的話呢 如果這個資料不足的話 假的這太少了 你可以到什麼 我們 上個學期 有跟各位講過了 在那個開放資料上面 也許你可以 再找一下 開放資料 那其實這個開放資料 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說 你有這個開放資料的話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包含最近的什麼 比較有名 很像那個 開 那個什麼 口罩的那個 實名制 比如說 最近藥局的 那個什麼 口罩的 數量還有多少 有沒有 其實這個資料其實也在網絡上可以找得到的 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利用這個資料 像那個唐鳳做了一個什麼App 有沒有 他就是 可以讓你知道你家附近的口罩還剩下多少 OK 而且這還蠻紅的 紅到日本 日本人覺得說 很希望說呢 把他們的IT大臣 換成我們的唐鳳鍋那該多好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 先稍微試一下 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 看一下 就是 如何去做這件事情 請 喔 谢谢观看